而現在透過畫面 其實在我背後 也就是這一架 日本航空的班機 它已經被完全的燒毀 幾乎只剩下 機翼的部分還看得到 TVB採訪團隊在東京 雨田機場遠眺 昨天事故的日航 516號班機 燒到只剩焦黑殘骸 日本警方派出6名調查官 到現場見識搜證 這架日航客機註冊編號 JA13XJ 是空中巴士A350900型 2021年底才交機 機領不過兩年多 造價高達93億台幣 是全球第一起A350的 嚴重事故 也是首架同行報廢機型 日航撞上的海報廳 龐巴迪DHC-8Q300定義機 準備運送物資到北陸救災 機上組員包括副機長在內 供5人罹難 唯一倖存的39歲機長重傷 他有1149小時的飛行時數 現在調查觀念就是 為何海報機會提早進入跑道 原本預定是在昨天的日本時間 下午的5點55分才要起飛 不過卻在5點47分就已經提前進入跑道了 但專家認為日航恐怕也有疏失 降落之前也沒確認跑道是否進空 這次其實包括了日本國土交通省的飛安委員會 還有東京警視庭 加上法國的飛安委員會 以及空中巴士都有派員 來到日本這邊要協助調查 現在日本警方朝業務過失 致人傷亡的方向偵辦 國土交通省也成立專案小組 要釐清日航海保機 航管三方的肇事責任 體會前送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